咱们接上去啊 咱们谈到了啊 这个中美这个联合的声明 对吧 这个里边呢 是释放了很多信息的啊 尤其是11月份啊 习主席要访美啊 这个大概率呢 中美就不会去撞墙了 这硬碰硬啊 为什么呢 咱们今天把这个逻辑 给他报一下 咱们都知道一旦硬碰硬啊 这个 咱们说美国和中国这种硬碰硬啊 更多的是 咱们说中美时间 一定是经济科技 对吧 军事 全方位的 大家别看美国现在 虽然这个好像正常 但知道啊 这个依靠扭曲的金融操作 强制造出这种虚假反生 在咱们这已经破功了啊 美国现在金融体系 已经站在悬崖边了啊 接下来发债 极大可能概率 咱们说之前硅谷银行 爆雷登雷 一旦爆了 就远超这个 有可能要1929年那种超级金融风暴了 美国不排除有可能啊 给你来一个啊 军事冲突 在台海 但是大家知道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咱们说啊 美国现实政府绝不敢这么干啊 为什么他现在必须要啊 找中国救 原因就是这种可能性 让美国人没有办法回头啊 原因就是他现在不能去求 博士啊 现实中各种利益驱使 有很多人 尤其台湾人现在希望中美干 其实最希望中美干的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俄罗斯啊 中国不是阿富汗伊拉克啊 中国是有准备的啊 所以最终的美军所有的啊 这个推演都是中美是要持有战啊 双方打的就是持有战 还有就是美国 他这个工业体育本身就拉垮 所以说他要打持有战 他是打不起的 那最核心的办法 就是去求博士和中东国家 给中国断油啊 这也就是咱们之前 这个在去年10月份就谈到的 这个欧洲去工业化 欧元的釜底抽薪 就欧洲去工业化 美国虽然科技比中国要强 但是他这个再强科技 他必须工业化来落地啊 对吧 现在美国工业又不行 重建又没有那么容易 那就导致美国啊 科技领先 但是啊 中国虽然科技整体不如美国 但是军事科技啊 已经是追赶美国了 而且很多领域已经超过了 就是意思 美国人啊 想跟中国他想速战速决 美国人想速战 因为他没法脱啊 他没有代差 他现在技术军事技术 跟中国没有代差 他怎么能快打 打不了 所以很显美国啊 这个唯一能希望使用的杀手锏 就是他控制了全球资源和调动能力 这是他唯一能用的 他想要快速解决 那就是给中国窒息 能源断掉 当然这是啊 这是这个美国啊 这个控制马六亚海峡等等 印太战略一个核心 这是日本人叫的 就是你中国工业再强 对吧 你没有油 照样啊 打不了 打不了仗 但这个问题呢 中国也不是没有应对方法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虽然掌控全球的大量资源 太强惹不起 现在呢 美国跟中国开干 那这个事就变了 你看沙特看得很明白 你一旦跟中国开干 那你美国再强也没用了 强不了多少 你得求我混饭吃 你看这个逻辑很有趣啊 就是很多国家也看到这点 就是美国跟中国这个超级大国 一旦开干 那么双方往往都是这个世界级的 这种战争 那么哪怕最后中国输了 美国赢了 但最后结果可能就是美国要元气大伤 就是他没有能力再干了 再统治世界了 这无疑就是让各国家开始 实际这个欧洲也好 中东也好 俄罗斯也好 其实压住的中美开干 所以他们纷纷的准备 这就是这套逻辑 那这个逻辑 其实所有美国人也知道 也就是说中美开干各资源国 他们更愿意给中国输血 为什么 他愿支持中国干掉美国 但是呢 咱们说啊 美国人如果真的犯傻这么干 他控制全球资源的能力就下降了 而最后即使赢了中国 他也是只能回到北美洲 那一小块地方 在全世界他就完全完蛋了 这种残酷程度啊 美国在这个阶段 也就无力对各小国啊 予以这个打击 或者威慑了 尤其是这些资源国里边 还有一个高手是俄罗斯 对吧 翻译全球 真正希望中美开干的 除了日本就是俄罗斯了 就只要中美开打 俄罗斯绝对会对中国进行资源供应 而且是啊 这个对中国啊 这个尤其初期啊 一定会全力支持能源 这个不是什么美国向这个对付沙特那种 沙特对付美国这种了 而是欲望相争 欲翁得利的 为什么 因为他 我为什么说前期一定会啊 给你中国供油呢 很显然给中国供油啊 目的就是让中国对俄罗斯石油产生依赖 那么后续就可以借助石油啊 供应量来什么 来让中国啊 对俄罗斯啊 咱们说搞一个附庸吧 这就让俄罗斯重回苏联了 登上人类巅峰了 你想想是个道理吧 中美只要两败俱伤 那么战后的俄罗斯就可以向啊 一战之后的美国收割 全球霸权啊 可以收割中国和美国 这是俄罗斯梦寐以求的 一旦中美开战 俄罗斯肯定会接受美国的和解啊 也就是说你俩干吧 我啊 这个一定会啊 不会去在欧洲啊 跟你找麻烦 你只要放心的去跟中国干 那么问题来了 那那很显 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供应 实际就是在拿捏中国呀 掌控战争进程了 而且要求中国给更多的利益给俄罗斯 那俄罗斯啊 绝不会在中国战事不利的情况下 轻易中断对华原油供应 因为他需要中国不断的消耗美国 那你看这个套路就是现在中国啊 这个 咱们说俄乌战争啊 现在中国这个位置啊 就掉个啊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 俄罗斯来什么 来来调解中俄 中美关系了 美国 他是要靠这个 战争发财的 但是也不会说因为啊 这个战争啊 失掉自己的利益 中美之间这种直接爆发冲突 或者这种对抗的啊 这个利益 美国绝对会考虑的啊 不要自己损失利益 这个他明白跟中国这种消耗啊 对美国是非常无利的 中国呢 我觉得啊 美国人发现中国既然啊 他在中国军事上没有优势 资源上没法封锁中国 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 他要跟中国开战 唯一出路 那就是去求俄罗斯和中东国家断油啊 咱们都讲过 那毕竟时间在中国这边啊 所以中国只要和美国继续这么发展下去 中国是抄美国一定的啊 所以美国人急的就是能快速的赢得这场战争 但是赢得这场战争就得去求俄罗斯啊 这可能就是美国现在对华政策最难受的啊 因为不管怎么玩下去 美国最后都要吃大亏 那就是局部战争 代理人战争 美国啊 可能这个是他后续一些办法 他不用担心军工生产能力跟不上 也不用担心两半局上 美国呢 有可能借助这种战争来孤立中国啊 就找傻瓜上去跟中国干 借这个中国啊 和这个周边国家啊 然后呢 收割中国资产等等啊 他自己不下水啊 就这个玩法 总之吧 美国还是希望 与中国建立一个户篮啊 其实就是自己不要下场啊 但是 很显然咱们说 东亚啊 美国没有这种代理 咱们说 有人说日本啊 日本他没有这个能力 中国确实啊 战略是藐视他的啊 所以可以看出呢 东亚还真的找不到这么一个体量啊 那就只有美国人嘛 所以美国人又不愿意下场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现实也决定了啊 中美之间现在必须要重新回到一个正轨 当然中国和美国不会回到过去啊 中国非常特殊 对美国来说呢 这个 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俄罗斯啊 他都可以对他们操作战略啊 带领战争 局部战争啊 这种模式 但是中国啊 这个由于中国在咱们老祖宗这几千年 完成了东亚的一统啊 所以 这个美国人在这找的几个岛 你看这全是几个岛啊 这几个岛原来就在中国这千年历史中就是边缘地带啊 所以没能力啊 他们没能力 连战略思维都没有 你看那个俄罗斯 你不是俄罗斯啊 那个啊 那个日本 韩国是吧 加上那个台湾是吧 啊 菲律宾 那个战略思维都没有 啊 也说他根本不够格 不够格跟中国啊 来这个带领战争 啊 这些国家没有 没有跟中国地打打的这种实力 打起来肯定是这帮国家吃亏啊 美国必然要下场 那你想想中国要拿下日本呢 美国必然 所以美国人只能是硬着头皮跟中国开战 那这个结果是美国一定不愿意看到 普京发动俄国战争前 你可以看到他啊 这个 逼着美国人啊 逼着美国人啊 坐下来要签那个字 其实就是看到了美国人不愿意跟自己直接开干 所以他看到美国人这一点 他其实不在乎那个字啊 他看到美国人这个行为啊 不愿签这个字就明白了啊 美国人是怕了啊 所以一定会啊 一定会出兵乌克兰 现在唯独中国现在跟美国打啊 必然吃亏 美国必然吃亏啊 那美国赢也是产生 那美国一定势力回收缩回这个北美 所以咱们就理解了 为什么现在啊 这个中国的啊 这个策略对美国有效啊 原因就是美国现在啊 发现一个特殊例子 就是中国啊 没法去找待人战争 所以拱拱什么火呢 现在你让台湾去拱火吗 那小火柴是吧 这里边还有一个 他这个美国啊 他依靠的是霸权 那霸权的核心就是军事威慑嘛 有军事威慑 别人才怕你 才给你服务 愿意为你 因为他是目的是为了生死啊 那这种一旦是中美开打的话 那么美国乃至美系联盟的军事资源 肯定被中国啊 这种军事力量给全部吸走了 那这个时候其他国家肯定就不老实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 你看美国一定要强调在亚太的军事 不会因为俄乌战争受损 受减少 原因就是他要镇住日本啊 那这个时候其他国家绝不会老实了 那如果中国在东亚南海甚至整个西泰取得优势 那一大块美系力量完全就会被中国夺走 那么这些美国的原来的盟友啊 被中国摁在地上啊 那么也就意味着啊 不是简单的中美实力地盘此交为长啊 而是全世界都看到美国完蛋了 美国霸权了 就没有一个小弟啊 会这个啊 会不去美国家抄家啊 这可能是美国人最爱发的 那这个局面一旦形成的嘛 其他国家就啊 不是什么脚踩两条船的问题了 一定会抄家伙去奔美国 奔美国他们家抄他们家了啊 都知道他们家好东西啊 实力啊 这个 这根本就不是说我 我抢你个地盘 怎么怎么回事了 是美国整个霸权崩塌了 咱们说反美的力量啊 是和欺美的力量 其实就是瞬间的事 你可以想想是不是的道理 欺美和反美是不是就瞬间的事 美国就光那三亿人 你想想对吧 真算上他全部再投入工业化等等啊 就是这三亿人全部工业化 你说他能斗过中国14亿工业化的人口 斗过 这帮小弟啊 还要造反一下 到这一步美国还能做什么呢 他保卫自己国家不分裂都不错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去跪舔俄罗斯了 跪舔中东了 那中东和俄罗斯就得拿捏他 是吧 你把你的这个三亿的这个核心利益 三亿的帅哥美女扔到我这来吧 是吧 你说他这个仗打的有什么意义 咱们说最后推下来 就美国这仗打的没意义啊 跟中国拼他是最没有意义的 咱们就说千万不要跟世界啊 这个咱们说第一啊 去去做做傻事啊 原因就是回不了头啊 实际就是什么呢 让渡全球利益了 给俄罗斯中东是吧 你想想这个世界就变成非常有趣了 美国霸权是不是全完了啊 美国最终就退回那个北美嘛那一点地方 或沦为一个区域的强国吧 这是他最好归宿了啊 那这种利益的攫取能力没了的时候 想想美国还能干什么 美元变成个区域货币了啊 甚至可能他内乱解体啊 大家想想是吧 美国从来都是不敢大打 他只敢小打 这就是他的整个逻辑 因为美国啊 这个他明白啊 一旦大打美国会非常惨 因为他是老大 他的这种这个 现在的国际地位是靠 是靠霸权 霸权就是靠军事啊 他绝不能输 中国呢中国仇准这一点 所以在这上面 那你要打我就大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人要跟中国 布林肯要来中国啊 拜登一定要跟中国谈 就绝不能跟我大打 一旦爆发全面证 我一定输啊 我一定要输 而且我要去求 俄罗斯人和中东 伊斯兰世界 这是我 我这个昂古萨克人 绝做不了的事 所以那你既然不敢大打 我就要跟你大打 所以为什么武统啊 一定咱们要 一定要支持 理解了 这是世界唯一一个 能够直接高喊 要跟美国全面战争的 就是武统啊 真实的实力啊 现在中国是跟美国 确实可以一战的 这就是为什么 俄罗斯人在去年 2月24号开始动手了 原因就是他意识到了 美国人可能 与中国之间这种冲突 他咱们不说 他是战略上的判断失误 还是什么 至少他认为 中国肯定要干 这其实就咱们武统派的成功 只不过呢 真的大打啊 美国啊 这个下场很惨 中国也很惨 最后得利的是欧洲和 伊斯兰世界和 俄罗斯 所以呢 现在看呢 中美之间啊 尤其日本 日本一直在拱火 美国和中国干啊 美国人其实也有一根心 一个心眼啊 所以 这个 咱们说美国人啊 并不是完全像这个 俄罗斯人日本人想的 很傻啊 所以咱们中国人和美国人 现在啊 其实能够走到这一步 非常不容易 你想想多不容易 如果中美真的干了 是不是世界变成另一样 那时候这个美国人 得天天 布林肯 得奔着摩斯科去了 是吧 有了这么一个啊 这么一个维度 咱们就理解了 中国和美国 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 尤其俄欧战争爆发 这一年多 其实是经历了 惊刀骇浪的 就美国到底跟中国干不干 俄罗斯人在等着呢 我还记得顿巴斯那妇女 在那举着牌子 支持 是吧 去年八月文 支持中国跟美国干 是吧 这太搞笑 是吧 确实啊 确实俄罗斯是 非常非常希望 中美开干的 那搞清这个逻辑 你就知道了 那中美现在必然 要理性的选择什么 啊 往回退 实际美国人和中国人 谈的就是中美 不要发生 大估摸全面冲突 但是美国人 对中国的这个 讹诈呀 他从没停止过 那这个就逼着中国 必须使用武统 而且去讹诈美国 就是中国也有讹诈的方法 就武统嘛 美国人也有讹诈方法 对吧 所以双方之间 其实在 这就是讨价还价嘛 咱们咱们讹诈这个词 其实不理解 那就是讨价还价嘛 对吧 实际你就理解 这个中美啊 大概率啊 这应该就是不会发生大功能处 那现在问题来了呢 就是给俄罗斯增加压力了 俄罗斯在欧洲和美国 有可能要陷入长期 但是俄罗斯真的 现在啊 能不能扛住美国这种长期的 跟你这磨啊 跟你的消耗 还真的不好说 我觉得俄罗斯能扛住 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 确实是 什么抗压能力非常强 千万不要小看啊 中国没了油啊 工业有可能断 但是俄罗斯是有油 什么都有啊 所以咱就理解了啊 所以真正打这个 中美之间大战是不可能 俄罗斯啊 可能要经受长期的考验了